这一期呢,我们来勾这样一款六边形的花片 那这个花片可以做成杯垫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包包 接下来我们先开始勾这个花片 手边几针 勾五个辫子 一、二、三、四、五 然后呢,与第一个辫子针针木进行连接 勾一个引拔针 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辫子针形成的环里面开始勾枝 先勾三个辫子 这三个辫子呢,相当于一个长针 接着呢,在环里面再勾一个长针 这样就有两个长针了 每两个长针作为一组 每一组之间用一个辫子针进行间隔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组 然后呢,勾下一组之前呢 用一个辫子作为间隔 那我们总共勾六组 完成之后呢,与第一个长针也就三个辫子 进行形成长针的第三个辫子上面 进行引拔 断线 然后拉紧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着呢,我们换线,勾第二圈 先打个结 从任意一个辫子针 形成的空隙里面入针 我从这里入针 戴上线圈 勾过来 然后呢 同样是勾三个辫子 这三个辫子 同样是当做一个长针 然后继续在这空隙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中间勾一个辫子 又回到这空隙里面 再勾两个长针 那每一个空隙里 这作为一组 继续下一个空隙里 重复勾这两个长针 一个辫子 继续 两个长针 那我们就这样勾完所有的空隙 引拔 接着呢 这一圈我们就完成了 接着呢我们勾下一圈 第三圈 第三圈呢我们要在这个空隙里面 进行勾支 所以我们向前先再引拔一针 引拔到这里第二个长针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开始勾辫子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三个辫子呢同样作为一个长针 然后在这个空隙里面再勾六个长针 这样呢一共有七个长针 这样呢一共有七个长针 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那每一个空隙里面呢 都是勾七个长针 勾完所有的空隙 五 六 七 也就是两个大致 之后呢 与第一个长针 也就是三个辫子 形成的长针 第三个辫子上面 引拔 然后呢断线 拉紧 这样第三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换线勾第四圈 先打个结 然后呢 我们就在刚刚断线的地方 入针 带上线圈勾过来 然后勾一个辫子 作为起立针 同一个地方呢 再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下面这个长针 挑起两根辫子 勾短针 每一个长针针目上面 都是勾一个短针 所以呢 先是勾七个短针 这里七个短针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绕线 从第二圈 这两个长针之间的空隙里面 入针 勾一个长针 这样就作为一组 接下来重复这个过程 就可以了 长针针目上面 勾短针 然后呢 第二个第二圈 两长针之间的空隙入针 勾一个长针 这样一直勾啊 这一圈 完成之后呢 与第一个短针之间的两根辫子 引拔 然后呢 这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最后一圈 也就是第五圈 先勾三个辫子 那这三个辫子呢 就相当于一个长针 接下来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长针 继续下一个针目 一个长针 那这里总共勾了三个长针 我们上一圈 这里呢 每一组 都是有七个短针的 中间这个短针 也就是第四个短针上面 我们勾 先勾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 再回到这个针目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 这样子的 先三个长针 然后第四个 针目里面勾长针 左针长针 接下剩下三个短针 针目里面呢 都是勾长针 然后这里连接的这个地方呢 长针之目里面也是勾长针 这样呢 这一组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重复这个过程 同样是先 三个长针 那第四个短针之目上面 一个长针 一个辫子 一个长针 然后剩下的短针 然后剩下的短针之目 都是长针 长针之目上面 也是长针 那我们就这样 一直勾下去 再继续 都勾完了之后呢 同样是与三个辫子 形成长针的第三个辫子上面 勾引拔针 不需要拉紧 直接断线 然后再拉紧 然后我们整理一下 那我们就会发现 变成了一个六边形 那这个花样就完成了 那这样的六边形花片呢 我们多勾几片 把它做成包包 那下一期呢 我们先勾七片 用七片做一个小包包